突然一個亂流 旅客驚聲尖叫 有旅客形容 就像是坐上了大怒神 聽到空服員的降落廣播 才鬆了一口氣 這是二十二號晚間 新宇航空JX746航班 從曼谷起飛 準備降落桃園機場時 偏偏遇上美雨封面 包括華信 長榮 新宇和馬航 在重飛後請求轉將高雄小港機場 只是其他航班都重新飛回淘機了 剩下新宇JX718航班 有新宇旅客抱怨 在飛機上乾等兩個多小時 才被請下飛機 小港機場表示 因為新宇的內部作業問題 班機延誤到宵禁時間 還沒有辦法請飛 新宇安排旅客下機入境 住宿高雄 而這所謂的內部作業問題 米航局證實是因為新宇算錯 飛機載重 被迫滯留高雄 那這個是一定需要一些時間的 因為這個每一個步驟都不能弄錯 弄錯的話 輕則就是多耗油 或者是說飛機起飛的速度不對 但是還是飛得起來 那比較嚴重的話 甚至可能一起飛都造成飛機墜毀 都是有可能的 所謂的飛機載重平衡 是每架飛機 起飛前必須做的計算 航空公司會有載重平衡單位 負責將飛機空重 燃油 飲用水 飛機餐 還有空輔員 即時乘客平均體重 加上行李貨物等等的重量 輸入電腦系統計算載重平衡 也都是飛機的重型位置 而即時拿到數據後 再輸入飛機電腦確認 而據了解 這次是因為載重平衡單位的電腦 有狀況 改油 人工計算 製作表格才出了問題 而對此新宇回應 該航班建議標準作業程序進行 或向民航局提出說明 三位新宇回應 習近平看到